如何让台式电脑机安静 玩游戏的时候散热效果还得好 我的这台电脑里面有13把风扇 做文字处理的时候非常安静 用4080响卡玩4K游戏的时候 机枪内部不仅不会激热 风扇倒音还不会太吵 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视频讲一下 这是视频目录 着急的同学可以跳着看 我现在这台电脑 前面有两个16厘米风扇进气 后面有一个14厘米风扇出气 上面还有一个14厘米出 还有一个12厘米出 下面还有两个12厘米近带光的 然后显卡有三个风扇 CTO有两个风扇 电源有一个风扇 一共有这么多的风扇 但是在待机或者低功耗文字处理的时候 风扇是很安静的 至少说比机械硬盘安静多了 另外我还给机械硬盘设置了 7分钟自动休眠 这样整台电脑非常的安静 这个机箱是连立的216 前面两个进气风扇 还有后面一个14厘米风扇 都是机箱自带的 很安静 它也是支持PWM的 上面一个14厘米风扇是利民的 110块钱一把 也是PWM的 还有一个是C12 是不带C的 当时是花小七时买的 下面这两个进气扇 也是利民的进气扇 100块钱一个 我这台电脑的主板是 微星的B660M排气泡 首先在开机的时候 按Delete键 多按几下进入到它的Bios界面 然后在简易模式的右侧 有一个叫硬件监测 它是支持鼠标的 而且支持简体中文 然后在这个界面 我们注意看右侧 这四个位置 CPU这是水泵 PUMP是水泵 系统一是机箱风扇 系统二是第二个机箱风扇 在一般情况下 或者默认值的时候 机箱风扇会满速运转 首先我们点这个CPU CPU我们注意它的左侧 这个温度的来源是CPU 这个没问题 它是监测的下面CPU的温度 现在是29度 CPU插槽是32度 根据这个温度来调控 怎么调控的呢 当它30度的时候 风扇给20% CPU的风扇是利民的 PA120刺客 不带SE 它这个风扇也是C12 最大是1500转 也就是1500转的20% CPU温度是45度的时候 是35% 65度 70% 80度 是100% 其实我这个CPU是12700 不带K 温度并不高 最高也就200多瓦 用这个双风扇溜热管 是没问题的 这块主板 它有两个系统风扇的插针 都是支持PWM的 这个系统风扇一 我接了前面两个进气 后面一个出气 还有上面一个14 一个12的出气 这个系统风扇2 我接的是响卡下面那两个进气 这两套风扇系统策略 我给的是不一样的 系统1的这套风扇 给它的力更强一些 系统2是两个进气扇 给它的相对来说弱一些 另外这两个进气扇 它的最高转速好像是2200 系统1的这套风扇 有的是2200 有的是1500 我们看系统1 当40度的时候给15% 系统2 当40度的时候给它10% 目的是为了让它静音 然后当50度的时候 系统风扇一给的是一半 50% 如果机箱内部温度达到50度 在我眼里就挺高了 我要快速给它散热 因为50%的风扇转速 会听见比较大的噪音 100%甚至更大 同样两个进气扇 如果是50度 给这两个进气扇40% 这些看上去都没问题 但是有意思的问题来了 那就是我们注意看 下面有一个System System是系统 当前温度是34度 我和微星主板客服确认过 这个System就是上面的主板温度34度 这俩是一个 用AIDA64看的时候 看不到System 但是能看见主板温度 这两个是一个 那我和客服确认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System和主板温度 它的这个Sensor 这个传感器在哪 客服跟我说了 具体位置是在第一个PCIE插槽的下面 是在响卡下面 当我玩4K游戏的时候 响卡会非常热 主板温度也会升得比较快 这样是比较好的 我弄这么多的风扇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响卡激热 微星主板的这点 比较符合我的心意 不知道其他厂家的主板 这个主板温度的Sensor 传感器在什么位置 你们可以问一下客服 最后说最关键的 我感觉这个系统风扇的转速 和这个机箱温度 有点匹配不上 当我点这个系统风扇1的时候 左侧PWM调速 没问题 DC是电压调速 重点不在这 而是在这 这是英文的 Temperature温度来源 这个温度来源 默认是CPU 也就是说系统这两个 默认竟然是CPU 要手动给它改成System CPU有传感器 System有传感器 MOS管也有传感器 你这个风扇定制的策略 要和哪个挂钩 也就是说温度来源是哪 要把这个系统1和系统2的 温度来源改成System系统 也就是主板温度 这样才是对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是因为它默认机箱风扇 有的时候转速会特别快 是因为CPU那时候在高负载 CPU温度高了 但是整个机箱温度并不高 但是整个机箱的散热器 风扇 嗡一下子就起来了 原来问题出在这 这样一来 我的这台电脑的静音 会比以前更好 更合理 更正确 好了 关于散热 静音 风扇 还有性能 这套东西就分享到这 给各位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